以西节书 第37章 以西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你向这些海骨发预言说 枯干的海骨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 有地震 骨与骨互相联络 我观看 竟海骨上有筋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 海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 人子啊 这些海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你要发预言 被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名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名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 为犹大和他的同伴 以色列人 又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 为约瑟 就是为以法连 又为他的同伴 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这两根木杖 接连为一 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指示我们吗 你就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 以色列支派的杖 就是那在以法连手中的 与犹大的杖 一同接连为一 在我手中成为一根 你所写的那两根杖 要在他们眼前 拿在手中 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 归回本地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上 成为一国 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 绝不再分为二国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 玷污自己 我却要救他们 处理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 我要洁净他们 如此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卫 必做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 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并子孙的子孙 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卫 必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并且我要与他们 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 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 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的圣所 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永远 外邦人就必知道 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 耶和华 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于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教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延洗 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 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 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 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期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存的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 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长商议 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宗术支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何三大 奉主民来的以色列王 是新一章春宋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鞠 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民哪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鞠来了 这些事 门徒岂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应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法利赛人彼此说 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 上来过几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西利尼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博赛大的肥利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肥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肥利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利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 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 就说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 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 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说的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 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亚的话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 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映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 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 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真是照着父 对我所说的 诗篇 第十八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大卫的诗 叫雨灵长 当耶和华 救他脱离一切仇敌 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 念这诗的话 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 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 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 仇敌手动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绳索 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络领导我 我在疾难中 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 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碳也着了 他又是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几率颇飞行 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厚云 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 他的后云行过 便有冰雹火炭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咄咄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呀 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 也显露 他从高田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 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 高傲的眼睛 你必使他降悲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 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 我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原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反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神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乳的蹄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挣扎 甚至我的绑臂能开铜弓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和使我伟大 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划跌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 并要追上他们 不将他们灭绝 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几来攻击我的 都扶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准备逃跑 叫我能以捡住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捡住他们 我捡住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 倒住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净 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 必释放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民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寨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这位神 就是那为我申冤 是众民扶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呀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是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魏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